而經過檢調一頁偵訊 大甲鎮南宮副董事長 鄭明昆在今天凌晨1點40分 和女兒分別以100萬 還有20萬元交保 離去時 鄭明昆還是忍不住大聲喊怨 台中地檢署在偵辦中華電信 假交易針貸款 虛烈營業額必案 意外發現中華電信2008年 推出的線上光明燈已有弊端 昨天指揮台中市道處等 單位調查員 來到鄭明昆的公司住處 和新北市等 數個地點進行同步搜索 調查人員扣下了電腦帳冊等 相關證物後 把鄭明昆等人 帶回台中市道處漏夜偵訊 鄭明昆表示 女兒公司的股東 因為生意糾紛互相提告 他卻無端被捲入其中 他強調自己 沒有在女兒的公司掛名 也沒有介入女兒公司的營運 卻被檢舉內線交易十分無奈